在2011年7月7号这一天 我们又学到了什么样的缘起呢 首先关于诚服身这样一个话题 那当时缘起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位同修他问师父 说师父呀 我们笑的时候 露几颗牙齿才是最好的呢 最标准的 要露几颗 师父说 当时师父回答的时候有点惊讶 他说我教你的缘起 是露几颗牙齿吗 我要求你们是诚服很深 喜慕不形于色 跟你露几颗牙齿有什么关系呢 各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吗 我们好多好多时候啊 学缘起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些不是关键的点去练习啊 练习那关键的关键我们总是丢开不管 这风药我们是诚服很深 也就是喜慕不形于色 再细说就是 欢喜也好 不欢喜也好 你都不要随他去造作 烦恼来了 你不要随他而动 这才是我们学的缘起 而不是说你要走几颗牙 才证明你缘起把握的好 那这里主要点是什么 师傅又一次教我们 主要的一点 还是你现在是烦恼下 还是智慧下 这个是关键呢 归根结底在哪里啊 佛法上啊 各位我们学缘起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降服烦恼 生成智慧 其实大家学呀学呀学好多天 到现在我们问的问题 我们问的问题来看 我们还没有 所以师傅又说我们了 就你们这一块啊 还是没有进入 为什么呢 因为缘起对大家来说 实在是高深莫测 你不知道要你干什么呢 不知道师傅讲来讲去 讲缘起究竟 让你达到什么呢 所以从任何一点上 大家想探点呢 都探不到 因为好深好深 什么好深啊 缘起好深好深 但是尽管师傅 一次又一次的说 缘起好深好深 深不见底 高深莫测 可是我们又有一位 真正的去 想把缘起 探到底 谁有这样的决心 去把缘起探究到底 把它真正放在心上 重视起来 重视起来 或许各位早已经探究到底了啊 也许各位已经 进入很深很深了 所以呢 我很残疑 我还没有 进入多少 最后师傅说了 说你记住哦 学缘起 你一定一定要记住的就是 你现在是烦恼向 还是智慧向 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 记住 我们的每一个言情 思维 动作 是有利于身边的人 你是有利于身边的人 还是 有害 你自己来检查一下 如果 自己的 每一个 每一句话 比如我想说话的时候 这句话说出来 给别人的是利益吗 你想好了 你想 我这句话说出来 可能会对他有伤害 那么厌回去 不要说 如果你想 我这句话说出来 绝对对他有利 好 那你就大胆的去说 而且做事的时候 这件事做出来 对他是有害的 那么 我们就不要做 如果这件事做出来 是对别人 有害 真的不能做 各位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吧 因为我看到 好多好多人啊 他都在想 他每做一件事的时候 因为有的人 跟我商量过 是吧 他商量过 他说 师傅啊 您看这件事 我能做吗 然后 我说 是能做 不能做 不知道 但是 怎么想的呢 他说 我做这件事 就是想让我 多捞点 我多捞点 我说 你想从谁那里捞点 他说了 哪里哪里哪里 我有点惊讶 哦 原来 你是想从别人那里 捞到你 有利于你的 我实实在在不敢 我实实在在不敢 认同 因为我学的佛法里面都是 有利于别人 这个别人很重要哦 是啊 你是有利于别人呢 还是有利于自己呢 所以师傅让我们时时刻刻记住啊 什么叫时时刻刻的 就是每分每秒我们都要记住了 一旦有一分钟或者一秒钟你离开了 你就会晚 那一下不知道你造了多大的业 将来要筹入什么果报 你自己根本不清楚 所以师傅教我们的这些关键点 我们常常会丢开不管 总忘记了 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你有利于别人的事你去做 而不是说我做的这件事 我能捞到一大把 难道佛法就是让你教你 赶紧去捞别人点东西吗 这是捞别人点不得吗 你看到佛菩萨发心都是什么 不畏自身求安门的呀 只要别人众生得离苦啊 你从他那里捞你是让他得离苦 还是让你离苦 所以师傅教我们的关键点 一定要记住 现在说的话 是害别人还是利于别人 你现在做的事是利于别人 还是在害别人 所以有好多时候 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 或者是说 问什么事的时候 我常常会直接了当 就说你想一想 你是害人还是利于人 那么我每一次都说的太直接了 也很容易打罪人 就搞得有很多人不敢跟我说话 一说话就把人家脑底给揭出来了 然后哎呀算了算了还是不说了吧 哎是的 我也常常犯这样的错 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错 那现在师傅已经教了 今天我们学到的第一条就是 你要怎么样做到诚服生 就是你看自己是依烦恼而展现的种种像 还是依智慧展现的种种像 那你现在的造作是有利于别人的 还是有害于别人的 就围绕这些 我们就能做好了 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是很错误了 以前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认识自己错误的 啊我有错误吗 好 现在认识错误了 才能改正 接下来师傅又教我们一个演讲的原理 为什么要学演讲呢 因为不管我们是出家师傅也好 还是在家弟子也好 我们想一想 我们学习佛法以后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你是想我自己解脱就好 那也行 如果你想 哦 我想跟师傅一样 我想像佛一样 我想去学菩萨 那么 我们就要去度众生 度众生 你就要跟他讲明白 他到底错在哪里 然后怎么样改 他的苦根源是什么 怎么样让他离开苦 那这些都要通过演讲的方式啊 这就是我们神态表情言词动作里的 言词啊 你就绝对需要这一项啊 去就度众生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会演讲 你怎么救他 缺少了这一项不行的 假如说我们想说一件事 有的人好苦 好烦恼 他在那里烦啊烦啊 烦得不停 这时候 我们就会帮他 找到你为什么会烦恼 为什么呢 远头是什么呢 就是啊 我们都想像佛一样救护众生 那么 我们就得 去 怎么样救 就得 讲给他听 你这个根源在这里 你离开了这个才能 从苦中解脱出来 然后你要这样做 你才能得利益 那这些通通你要把他说的 心服口服 他才会去做 他才去听 那如果你不会演讲 那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嘛 不会相信我们怎么救护他呢 他理都不理你 你说怎么救护他 有我们说 你不要去显摆哦 显摆的人最后 他下场很惨的 他说我显摆的感觉好 你凭什么让我显摆啊 我说你怎么度他 你怎么度他呢 那你要怎么让他认识到显摆不好呢 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那么他喜欢听的是什么 要怎么进入 那这些通通都是演讲的原理 我们要达到的效果 是什么 如果 我们在演讲过程中 就是跟别人说的过程中 人家呀 不认同 总想找一个借口 推翻我们 想推翻我们 那你说 我们有什么办法 假如说我们演讲 能够达到低水 就是别人啊 他怎么样 都驳不倒我们 如果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应 那就好了 别人啊 辩驳 辩驳不了 他想反驳 没有 没有缝隙啊 你找不到 你怎么驳倒我们啊 驳不倒呢 他就会有点福气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或许他一开始还不太服气 但是随着你 每一次的讲解 每一次的深入 他就觉得哦 一次比一次 有道理 因为每一次 我都没有道理 反驳倒你 所以 他就会慢慢服气了 那这样子 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应的话 哎 能达到这样的效应 才能度众生啊 哎 我们就想 我们常常发愿 像活一样救护众生 你说我们说个话 人家都能驳倒 我们一句话 人家有十句话 来驳我们 你说我们怎么度人家 结果还被人家给度了吧 哎 是的 哎 因为被人家搏倒了呀 如果我们想写点东西 整理点材料 结果我们整理的材料啊 漏洞百出 人家一看说你这块 我两句话给你搏倒了 哎 你那句话 我三句话 又给你搏倒了 你说我们写点东西的话 有什么用呢 所以这块 哎 我们都很欠缺 那怎么样才能达到 让别人搏不倒 练习的 要练习 怎么练 得不倒 关键 哦 关键 是否讲了 你首先要有一个论点 就说话你也要论点啊 你 现在开始开口说话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围绕着什么样的点 你一定不能失去这个点 你离开这个点 就等于被人家给渡跑了 你现在要围绕什么说 比如说有个人 他现在很烦恼 他特别难过 因为称恨先惹起来的 那么你围绕这个称恨点 你想动他的时候 你的论点是什么 你就是要让他认识到称恨 有多么多么的可怕 称恨的结果是多么惨 那这些都是你的论点 是吧 那么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能离开这个论点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围绕谁来说话的 然后只有论点就行了吗 不行 太干燥啊 你说不能称恨了 称恨以后 你随着称恨会下定义的 他你就不相信了 然后你就说 称恨的果报是你越来越丑啊 他也不相信了 你凭什么这样说 那你 这些论点 怎么样让他来相信呢 那就要找出来 很多很多的事例 那就叫论据 也就是说你要找出来 很多事例 来让他看 你看看 这个称恨的人 他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比如说马夫人 我们就可以找到 你看马夫人 他从小就开始 称恨心特别大 别人有新衣服穿 他没有新衣服穿 没惹到他 人家没惹到他 可是他称恨心就是那么大 他就立马 称恨到什么程度呢 一定要把人家的新衣服 给剪破了 都出来剪破了 他才解气 那么像这样的人 他这样的人称恨 你看吧 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引导他呀 你看他对这个人恨 对那个人恨 他是怎么害乔峰的 他又是怎么害 一个一个的 那身边的人 还有他的丈夫 都是因为称恨呢 你看看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 他死得多彩 那么通过这样的势力 就能让他心中畏惧 啊 原来会这样啊 啊 如果我也那样子的话 我的结果会不会像他一样呢 那么他心里就会赞同 这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论句 你围绕着你那个论点 来找来的势力 说明这些重要性 让他心服 口服 最后 你说 看到了吧 这就是称恨带来的 所有所有的恶果 你还要做吗 你还要去这样做吗 哎 他就会说 不行 我绝对不能随称恨了 我不要这样的结果 那么最后的结论 你达到目的 把他从称恨当中解脱出来 那就是结论哦 你已经达到目的了 他已经感到 哦 不能称恨了 我绝对不能再劝恨了 哎 已经达到目的了 他已经想摆脱这个了 这就是三个关键点了 演讲 就是这些 那你把这些都练得非常熟练了 以后就是最高的演讲大师 我们常常在网上可以看到 你看他演讲大师 正在大众面前毫无畏惧 练不改色哈 演讲的那么生动 为什么 人家都练过了 我们没练过 所以我们比不上人家 哎 因为没练过 所以我们不知道 罗尽兴 因为没有 什么教了 要 想说什么话 就是论点 论据和结论 你一定要分析清楚 分析清楚了 你才能围绕着这个点去说 最后达到了目的 他说 我绝对不去做 他对出来 那每一次练习 你都是从这三点开始 演讲 说话 我们才能达到 第一 不再拖你带水 数不练 只能是 在那里 心里常常想啊 就达不到 通通要练的 是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 我们如果我们都会演讲的话 那哪里还这么 是吧 我们都是 所以师父才要单独把这个拿来教我们 如果我们在演讲这一块特别高深的话 那师父还一教我们吗 那不用教了 是吧 现在师父为什么教 就因为我们太差了 所以他才教 怎么演讲啊 论点 你一定要围绕论点 论据一定要是他喜欢的事例 他能接受的事例 你找出来 给他看 最后他说 我不要这样做了 太可怕了 诶 结论 你已经达到目的了 关于演讲 还有一条 就是 那我到底是 先怎么说呢 师父当时给了我们两个 你正说也好 反说也好 通通都可以 正说 怎么正说 就是说 按照顺序 起因是什么 发展怎么发展的 怎么变化的 最后结局是什么 这就是正说嘛 有的人他就喜欢正说的方式 但是有的人呢 他就喜欢掉胃口 然后你先跟他说 某种人 什么什么结局 啊 怎么回事啊 好 他就会 好 感兴趣了 然后你再给他 说 倒过来说 好 这个时候他就会欢喜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啊 我明白了 因为每一个人他喜欢的点不同 也不同 所以你就看他是喜欢正说 还是反说 你根据他来挑选 这是两种方法 但是不管你正说也好 反说也好 这论点 论据和结论 这三点啊 这三点 千万 要记住 这是关键点 所以呢 师傅说了 那我们先练的时候啊 你可以先用笔写下来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学什么 假如哈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演讲 好 那么你找一字条 字条上就写演讲 演讲的关键是什么 好 你把题纲都列出来以后 然后你按照你的题纲 跟别人说 这总行吧 就是这样先练了 你就这样练了练了 最后 哇 把题纲不用练了 不用练题纲 随口一说就是论文啊 论文口语话 就是啊 那就是最高的演讲法师啊 愿我们 愿一切证明都能成为 能够宣讲法师啊 是的 是的 能够宣讲法师啊 把一些证明都能引渡出苦海 还有 还有 在演讲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不是想学缘起吗 那么想缘起 你要讲给别人听 那也是一个演讲的话题啊 那个论点就是 啊 缘起 好 我们现在学一下 这是师傅手把手揪的啊 比如说 你现在要讲给别人讲 缘起这个论点 那么你就要围绕缘起 来给大家说 那你给大家说缘起的时候 要找什么样的势力呢 它有两方面的势力 一个是善缘起 一个是恶缘起 那你要知道 要找这两方面的势力啊 然后你可以把善缘起 比成鲜花 你通过怎么描述 让善缘起 就像鲜花一样 之后你再去通过一些势力 描述恶缘起 就像罢粪一样 让人躲心 你通过这些势力 或者 就像我们 通过那些事情嘛 或者某些故事啊 你去跟他讲 某人去运用恶缘起的时候 是怎么让人讨厌 是怎么让人烦 是怎么让人害怕 怎么让人吓跑了 这些你都可以拿来用 然后你就问 你说你是喜欢鲜花 还是喜欢大分呢 那在常的人 当然然后就说 我当然喜欢鲜花啦 我愿意做鲜花啊 好 那么我们可以再问 那么为什么 就有人 愿意从鲜花变成大分呢 那别人就会想 什么 不可能吧 谁愿意把自己 一个鲜花变成大分呢 你就会说 有啊 就有这样的人啊 比如说 谁谁谁 他是怎么怎么做的 他是说了什么什么样的话 结果把自己变成大分了 他就想 哦 原来这样说话 就是大分啊 哦 不败了 然后你再讲 你说 某某人 他因为一个动作 比如说 人家正在好好的 欢天喜闭地在一起呢 他光一声把门关住就走了 门摔着 哐哐响 别人就会想 啊 这个人怎么不这样 他对我们有不满吗 好 那这一个动作 就把自己从鲜花变成了大分 那听的人就会想 呀 原来栓门是这样子不好的缘起啊 哎呦 记住了 以后我再也不要去 就会不会了 你每讲一次 都能深入他 他心里 他就会明白 这件事我不能做 那么通过每一点一滴 这些 你都问了 以后 他就想 哦 原来这就是把鲜花变成大分啊 我也做过 惭愧 忏悔 我以后不要这样做 哎 你达到目的啊 结论出来了 我要做鲜花 不要做大分 我要用善缘起 不要做动缘起 哎 这就是师佛教我们的 怎么演讲 这就是师佛教我们的 种种演讲啊 说话 怎么样 通过言词 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就是缘起啊 如果你走得像大帅一样 你看看 别人对你静而远之 怎么办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赢得别人尊重 都想让别人关心自己 服从自己 是吧 你就得像鲜花 如果要大分 别人绝对不会尊重你 怕你躲得远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事例 我们讲出来以后 听的人呢 他找不到放弃 如果他说 不会吧 这么 请问 你喜欢大帅吗 哎 他就不敢上伯了 因为谁愿意把自己 变成大帅 是吗 哎 这个我们是和手把手 做我们的 怎么样 说话 用高深一点的词语来形容 就是 言讲 把我们说话 平常的聊天 说话 你提升啊 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把它变成言讲 我们不要走 每一次的时候闲聊闲聊 扯来扯去啊 扯到东边 就扯东边的 扯到西边去啊 就扯西边的扯到南边去了 你慢扯 你倒不如用那个时间 去练习 叫言讲 有逻辑性的 围绕的一个点 用什么样的视力 去说 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叫言讲 为什么不用聊天的时间 去练习 说话呢 而我们说话的水平 提高到一定程度 那叫演讲 那就是演讲 那就是演讲 那是啊 刚手啊 好 那么 如果还有的人 听完以后 他就太欢喜了 他说 哎呀 我也想啊 我要永远做先发 我要具体怎么做呢 那么 你就说 你像吗 你知道佛法 是什么吗 那里面都在教我们 怎么说 怎么做 怎么想 那都是心空的 具体的想法 说法 合作法 你如果真正的 想改的话 你就来学合法 佛法里都有哦 好 那么他在问 我现在能改吗 那么你就说 你现在 学习佛法 只是在状阴吗 那么阴缘具足的时候 你果报对象的时候 你就是鲜花了 那就是鲜花一朵哦 就像我们 你想做鲜花 你要下种子哦 种子下去以后 你要等它 生根 发芽 然后结果 生根发芽 然后开花嘛 是吧 所以 要有一定的时间呢 你要把这些 都跟它说清了 就好 那关于演讲这一块 师父 就这样把这些 重点 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 那接下来 师父又一次 为我们讲了一下 就说 演讲 我们已经知道 怎么去练 那么 我们大家现在 围绕在师父身边 都在听师父讲话 但是我们听法的时候 还是 不到位的 所以师父看到 我们这种现象说 你现在可以去练演讲 但是 你们还不会听吗 听法又要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看 师父用一句 教我们 怎么来听法 各位我们看到了 每个点点 师父都要教我 听法我们会吗 如果会 师父不用单独来教了 现在 首先 师父教 说 最最高级的 会听法的人 他 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 听法人 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他不仅要听 地理 他还要听 别人的 讲法 技巧 你要是怎么讲的呢 最后 他把这些 都练到手以后 他竟然 可以达到 超过 师父的 标准 厉害吧 这就是 高级的 听法者 各位我们 听法的时候 在怎么听呢 是在听热闹的 还是在敷衍了事呢 是想 哎 随便听听好了 还是你真心的想学到什么呢 你是想把意理全部吸收到内心深处消化了 还是你也想把讲法技巧通通都掌握了 如果我们把这两点都能把握好 那就是最高级听法的人 说你是只是敷衍了事 哎呀 我来脱脱热闹就好了 哎 没事 我只是来 怎么样啊 反正我自己都能看得懂啊 有什么好听的嘛 我再一个 我听的时候 我又有毛病 我总爱寻思 他讲的时候 那毛病多了 不得了 让我去听 听完以后 我走去找茬去了 我怎么听啊 那绝对不是一高级听法的人哦 所以我们有病犯那些了 很长犯了 那如果我们想达到一个最高级的听法者 那一定要会听意理 消化吸收意理 然后呢 还要学到讲法技巧 那接下来 师父 告诉我们说 说你们这几天 学的这些啊 你们这几天学的这些 你们把它贯穿起来 合理安排一下 然后呢 把前后顺序打乱了 你们试着写一写 能不能写成一个译本 好 然后呢 你把这个论文 口里话 去讲给别人听 你看看 你总是这样练的时候 练到了一定的量 你就能征服别人 如果说你根本不愿 好 哎呀 我知道这是什么 简单的很 什么 你还没有重视它 那就不说了啊 如果说重视元气法 那我们就开始 把这些 想一想 怎么去 讲给别人听 怎么去施舍给别人 怎么样 才能 让别人 不再去 反往当中 缠缚 离开那些苦 到那个时候 啊 元气 就是你的元气 咯 那一中 不是师佛讲的咯 那如果说各位 你愿意练的话 从现在开始 就去练 练到 你可以把内容 压缩 压缩的很少 啊 容易记 就像我们在这个白板上啊 每一段 就一行字 或者两行字 把这个中心表达出来就好 这样你容易记忆 如果你说 只是容易记忆不行啊 我还要通过很多势力 讲给 没关系 你就看着这些提纲 啊 这些重点 你去围到着它 找很多势力来讲给别人听 都可以哦 你可以压缩 好记忆 你也可以扩展 扩展到如何 讲给身边 不同根性 不同意味的人去听 就这样子哦 你练得越多 你知道的就越多 你觉悟到 你就会觉悟到 呀 我过去怎么都错了呢 过去的我 怎么没有几次是对的呢 听法 也是错的 几言讲 也是错的 甚至我的内心所想 我所说 我所做 也都是错的 到这个时候 你才会发现 哎呀 我那以前都是错的 我还以为自己挺好 很自认的 不是很 我不是在发病吗 我要 把病治好啊 那你就真要快好了 各位啊 真想好吧 真想好的话 你就要把自己那些 将廊下统统丢开 现在就去做 那个鲜花 就是7月7号 我们讲到的这些内容 各位你看好 再一次背一下 我们现场就背下来了 听法 怎么样听法呢 去义里 还要去学 讲法技巧 好 还有一个就是演讲 我们要学会怎么说话 高级的说话 就是演讲 演讲 有论点 要有论区 具体的事例 最后达到什么节目 还有 师父说 我们要 每做一件事 每说一句话 每想一件事 你都是要有利于别人 而不是有害于别人 这个7月7号的内容哦 各位我们都背下来了吗 就我们的小聪明的脑袋 还是可以背下来的 是吧 就这三点 7月7号的内容 我们背下来了 那将来你要怎么样 去讲给别人听的话 那你就可以无尽的扩展了 惭愧 我们师父 他教我们的方法 7月7号的 我们背下来了 接下来 7月8号 我们再看 讲了哪些关键点呢 在7月8号的时候 师父 这个时候啊 就继续带领我们 去看电视 看什么呢 还是他推荐我们看的 包青天 包青天 这个时候呢 师父教我们一种 就是还是关于言词 怎么说话 在这里 师父教了一个怎么说话 有时候 我们说话 不会说 啊 我们不会说的时候 会显得我们非常 如果我们不会说话 没有说话的那种能力 然后说一句被人家就顶回去了 被佛导了 显得我们非常窝囊 是吧 很窝囊了 你想达到的目的没达到 结果被别人啊 又被弄回去了 多早了 哎 自取其拢 那怎么样才能不窝囊呢 那就要学会一个 哎 为什么师父要 带我们看包青天啊 就是在包青天里面 我们所学到的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啊 说话 常常是这样 很窝囊 那 现在我们学了包青天以后 就要从这里吸收到什么呢 吸收到一个 怎么说话 在这里啊 师父在哪 你看包包 他每一句话 他都在点穴 各位知道什么叫点穴吗 我们看过武打的那个小说 你可以看到点穴啊 那么点到一个穴位 那个人呢 他就会不能动了 是吧 啊 动不了了 那就是点穴 那么包工 他说话的时候 就有那种效果 他就能 他不是真正用武功点穴啊 他是言辞 达到点穴的效果 怎么达到呢 我说的这句话 说出来以后 你 毫无还手之力 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招架 我这句话 就能把你说死了 你只能围着 我这个目的 让你去做 比如说 我想跟你做什么事 我 一句一句的话 说出来 就能找到那个目的 你没有办法还手 那就是点学法 我们会吗 我们平时会吗 根本不会 我们很窝囊 我们没有那种威严 我们也没有夺人心 过的那种气势 是吧 所以 我们现在 如果说 当于师父的话 哎呀 窝囊师父 如果说在家里 我还是个小包 那你中一个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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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我在家里 不是小包 我在家 至少我还是个父母 那你也是窝囊 那你也是窝囊 怎么会是窝囊 因为你不会说话 你没有学会这种 点学功 说话 也能点学 是的 就是这样的 那么窝囊师怎么样 要点学的呢 我们通过 电视情节 可以学到 哎 我们都很窝囊 是否看我们这些人了 他看到我们很窝囊 所以才教我们说话了 你看包青天 人家说话 那点学法 比如说啊 他 想让驸马到他的大堂去 这是他的目的 包青天 他的目的是 啥 不要驸马 谁是美啊 到大堂去 到大堂去 他 他还有机会啊 审他 如果在驸马府 他没办法施展手脚的呀 所以 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包装他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呀 他就要 从驸马府里 把他一步一步的 用点学法 把他 点到 大堂去 是阿里 陈志美 就得上方 好 随着你的话 我就得去 我就要去 你等我去 我都得去 好 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 回顾的时候 各位 请仔细看好 包装 哪一句话是怎么点学的 好 我们看到了 包装是如何说话的 你看 驸马 他身材很高的 丞相跟他说话都要让着他 你跟他 对丞相说话都是那么 没有理 无理的 把丞相 枪了 没话可说了 但是你看高宫 他始终围绕的目的是什么 把驸马逼到大堂去 那么他说 我要你到我大堂去 驸马一说 为什么我要去 有人告诉你 你就得去 我为什么去 我不去 不去 你看他点学点到哪里了 就是你看 你不去 好 我告诉公主 你去不去 看公主让你去不去 驸马当然害怕公主了 害怕公主知道 这点学了吧 点了 然后再一次点学说 你到底敢去 还是不敢去 你想驸马 他怎么能怕别人呢 他身份那么高 所以这一击 他这一击里 又点了一次学 我还怕你不成 去就去 你看 连番的点学就让他 去就去 然后马上说 行 他马上就去了 结果你看三句话 就被点去了 各位 我们能不能三句话 就把人家点学了 点到人家 就得按我们的目的去做 能过 这就是点学法哟 我们能知道别人 怕的是什么 急的是什么 爱的是什么 要的是什么 恨的是什么 那都是他的学位 你都知道吗 如果你通通能找到 你都找到了 他的学位 你一个一个都能把它点到 如果你连别人的学位 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如何点 你如何点 他知道 陈世美怕公主 所以这个学 点到了 他也知道 陈世美 绝对有慢性 他是慢性很大的 绝对他不会说 我怕你们 不可能 那又是他的一个学位 他都能点到 各位 我们想一想 我们知道谁的学位吗 如果说我们想度众生 那么你面前有一位众生 你知道他的学位吗 你知道他 要什么 你知道他不要什么 你知道他哪一点 你点到了 他才能服吗 他才能围着你的目的去赚吗 这些我们通通没练过 你怎么会点学 首先你不知道学位 你如何点 那么知道了学位以后 你要用多大的力点 点过了也不行 你点的不到位也不行 所以点学 你也要知道如何点 不能过 也不能力不够 我们从电视剧里 不是看情节的 我们是看人家怎么说话的 这是很深的 所以师父常说 这是非常深的 深不可及的 师父他说话 他的每一句言辞 他绝对恋过 师父他就知道 我们的学位都在哪里 他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怕的是什么 绝对知道 然后他们又 他也知道我们 点哪个学 让我们能陷得很深 点哪个学 我们绝对 不会上岗 点哪个学 我们绝对会怕 所以你看 他的每一句话 是不是都能点到我们 学位 相反的 我们在看我们自己 正因为没练过 所以我们不知道 对方的在哪里 我们也不会点 所以点学法 这两个字 你要记住啊 这两块我们都要学 一个是 学位在哪里 再一个就是点 你要怎么点 是的 愿 同愿 同愿 愿我们动物像师父 那么高 然后呢 那绝对是自在的言辞啊 什么点啊 事实中生 什么烦恼点 什么贪爱点 什么这种点 那种点 他通通了解的 清清楚楚 他也知道怎么引导 他也知道怎么降服 而我们却不知道 这是言辞所能达到的 你看看 多高 你想行菩萨道 你不会这样的言辞 你就会被众生 把你给度走了 你还想度众生 你怎么度 众生把你给点学了 你怎么动 你要怎么动啊 这是关于说话 我们从包心天理 就学到了这个点学法 是的 是的 我们都要达到师父了 那好 高啊 再一个呢 我们接下来 又一次看电视 看到哪里了 就是 呃 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 我包公问起一下点 你为什么就是告还是不告 那段视频我们都看过了 是吧 哎 当时呢 前下点子 他就是不懂 他以为告了以后 可以把陈世美要回来 但是包公跟他说明白了 说你如果说要告 陈世美是回不到 那里去的 只能死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 你到底是告还是不告 你很想让陈世美回去 好 当然陈世美她有她的问题 但是你也有问题啊 你如果说告到底 陈世美只有死 你得不到的 你照样是寡妇 是吧 那两个孩子照样是孤儿 他是该死 但是你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是让他死 还是你做寡妇 让孩子做孤儿 还是说 哎 算了 我成全他们 他已经在我心里死掉了 我不要再去搞这些 我去成就陈世美和公主 如果你反过来这样想 那又是什么样的结局 所以包公一直在问 写相连 你要告还是不要告 告的结局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 这也是点学法呀 如果你把这些学位给他点清楚 他还在迷惑当中啊 他还在告来告去 他又就要让他死 所以包公点他们的学位 为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 还是慈悲呀 他不希望各个落得下场悲惨 他想让陈世美能够改错 他也想让秦相连能过得好一些 他想让你们都不要太苦 即便陈世美死了 你秦相连能幸福吗 你也不幸福 说你反过来去成就别人的话 或许你将来果报 或许你将来果报会幸福呢 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 他的学位也不同 多光他原本是想让大家都能 以最好的那种状态来生存 接着生活 而不是搞得大家 你看看最后下场 那么才 陈世美死了 两个寡妇到坟上去 两个孤儿在那里 面对着父亲 当场被炸 你说 那么下场好吗 所以他真的是慈悲心吗 他虽然在点他们的血 但是目的还是慈悲心 各位 我们也要知道啊 你不管怎么样用这些方法 不管要怎么样去 运用缘起 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发心是什么 你是不是慈悲心啊 如果你不是慈悲心 而是纯粹的运用缘起 纯粹的就去点学 我就把你打败 哎 那你还是没搞懂 啊 各位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发心哦 这是重点哦 好 愿 早日精通缘起 知道中生修理 怎么点 太好了 休息 一遍一遍休息 也就缘起 是的 我们一定要 一遍一遍的去休息 惨愧惨愧 是佛他当时这样教我们的吗 是佛教我们 让我们来品一品 那我们来提高一下 不要 不会看电视 乱看啊 这电视也是缘啊 我们依这个缘要学会什么 所以我们要重视他 时刻重视 时时刻刻不要放松 哎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学到这里 那我们呢 再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 一个是点学法 是吧 说话 言辞啊 我们怎么说话呢 你要学会点学 点学的关键是什么呢 你要是发慈悲心的点学哦 哎 知道他的学位在哪里 怎么用力点 哎 这个是 还学到了什么 我们如何听法 要知道 学到义理 要学到讲法技巧 书和讲法呢 就是论点是什么 绝对清楚 论据是什么 要根据当事人 他喜欢什么 你就找到什么样的事例 讲给他听 最后结局 达到你的目的 正说也好 反说也好 都行 还有 我们学研起 一定要分析清楚 自己是智慧相 还是反导相 智慧相是什么呢 就是有利于别人 反导相是什么呢 就是有害于别人 我们不能做 那么我们每句话 是不是有利于别人 每个言行 是想自己多捞点 还是想利于别人 好 那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咯 这是今天的学习内容 各位 大概都记住了吧 好 那明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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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